如果你冲的只剩一片墨湿水草的话 那怎么开一个生态缸呢 今天啊 咱们就来用这一片墨湿啊 来开一个我们这种不用打氧 也不用过滤的生态缸啊 我这个缸呢 是28乘以18 然后高也是18的啊 这么一个比较小的缸啊 两个巴掌大小吧 今天啊 咱们就把它来搞一下啊 国际惯例啊 第一步火山石岗里头 然后呢 找来一块啊 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石头啊 作为这个缸的主石 很明显啊 我们这块石头很符合我们的三角形构图法 对吧 但是呢 这样看啊 这块石头是很单调的 所以说我们得对这块石头啊 做一些稍微改动啊 既然是漠视的造景啊 肯定少不了我们的枯枝 等一下我就把这个主石啊 跟这些枯枝啊 给结合起来啊 让它看起来更自然一点 更像一块真的在山间里面啊 蹦出来一块石头 然后长满树枝的样子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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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看啊 现在我们整个井呢 就造好了 感觉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把墨丝 冻上去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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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墨丝 种完之后啊 突然感觉到 有一片这个 绿意昂扬的感觉啊 接下来我们直接加水 就可以了啊 看一下最终的效果啊 大家觉得怎么样 刚才呢 我看到底下这一块啊 实际上是太空旷了啊 我给它补了几颗 这个 迷你胶草啊 这个应该没啥问题吧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直接啊 裸火30底 也是可以的啊 只不过呢 正好我这里 有一点迷你焦草 我就种下去了 上面呢 种的全是墨丝啊 这个墨丝呢 生长啊 需要一段时间啊 大概需要个一两周时间啊 才能慢慢的长起来啊 我们就 这趁这一两周啊 我们就把水养好就行了啊 这个缸呢 我打算啊 用来种一个 这养这个 虾缸啊 作为一个虾缸来养啊 我们这个缸就不养鱼了 专门养一些好看的虾 到时候这个虾在这里爬 这个墨丝长满之后呢 上面这些墨丝树啊 或者是底下墨丝啊 长满之后 这个缸啊 我觉得会很好看的啊 别看现在这样光溜溜啊 对吧 但是呢 后期曾经啊 你们就期待一下吧 我觉得是会不错的 咱们構想上 再来呢 咱们 咱们 咱们